老化是人必经的过程 伴随着老化而来的影集也会越来越多 在明峰保守的南投县 妇女对于健康尝试的不足 导致健康亮红灯之后 常抱持着错误的心态 最后病情加重 针对妇女朋友常遇到的疾病 医师提出相关建议 骨子疏松它是人正常退化的一个过程 基本上我们只要年纪大的话 或多或少都会有骨松的问题 一般来讲 以女性来讲的话 大概50岁以后 停经期以后 女性就丧失了女性荷尔蒙的保护 所以骨松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 骨头其实它本来是强度还不错的 可是一旦骨松之后 骨头的强度就会慢慢的退化 就慢慢的减弱 一开始骨松它并不会引起疼痛 有人说骨松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可是一旦你的骨子疏松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骨头可能就承受不起一般正常的活动 或者是甚至一个轻微的跌倒 半中午 然后那个骨头就会开始被压扁 然后就开始有疼痛的情况出现 所以一开始的骨松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一直要等到它已经到达一定的严重程度了 突然间骨折才会疼痛 骨松的骨折一般都会发生在三个地方 一个就是这个手腕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脊椎 就是腰椎 胸腰椎的地方 第三个就是大腿骨 那个宽骨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常在门诊看到 有些老人家 特别是女性 她只要轻的跌倒 手去撑地 就会造成这个手腕骨的骨折 或者是她跌倒 撞到背部 背部就会疼痛 来这边做检查之后 就可以发现她的腰椎 或是胸椎都会有压迫性骨折 那年纪更大的时候 那个骨松会更严重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她的宽骨 就是大腿骨上面 所以有些老人家一跌倒 腿就断了 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过来接受手术 这些情况如果不好好去诊断 治疗或是提早去预防的话 其实对老人家来讲 不管是健康 或是对我们的医疗的一些 那种医疗资源的使用 还有医疗资源的一些 那种护担都是蛮沉重的 骨质疏松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症状 因为不是立刻能够感受到 所以常常被忽略 因此医师也叮咛妇女朋友们 随着年纪增长 应该定期做检查 那种治疗 预防是最好的治疗 那一般而言 我们知道骨松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 在它发生之前 就先了解一下它的严重程度 所以一般而言 如果说女性待50岁以后 你可以来做一下普通X光检查 或是来做一个骨质密度扫描 那骨质密度的话 在医院做的跟在一般门诊做的不太一样 我们知道门诊有很多是 烧那个脚的超音波 可是这种不太准 你要来大医院做 做那种 说话能的一个 比较专门的检查 检查完之后 就可以看到你的骨质密度的分数到底多少 然后就可以判定说 现在你的骨质是处在什么程度 然后现在其实世界有一些 世界的骨松学会 他都把每个国家的人口套入一个公式 那我们可以根据你做出来的一些 骨质密度的数值 然后套入一个公式 那就可以知道说 你未来五年十年内 你产生骨折的几率大概多少 那如果说你的骨质疏松造成你产生骨折的几率比较大的话 你就可以提早用药物来治疗 那这种药物 其实跟市面上卖的钙片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都想说 骨头不好 那吃钙片 再为它面低就好了 可是我们吃钙片进去的话 那个吸收率不高 譬如说我们吃一百分 那真正吸收到骨头大概二三十分而已 大部分都排掉了 所以现在市面上 特别是大医院有一些 正面在治疗骨松的药物 这些药物可以让钙质 它的吸收变多 它可以让很多的钙质 比较多的钙质 会跑到骨头去 那可以增强骨质 这些都是治疗骨松的 一个药物的使用 不过要使用这些药物的话 必须要来医院做检查 因为其实健保局 对这些药物的使用 有很严格的规范 所以你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来医院做一下检查 看自己符不符合 这些药物的使用的情况 对于骨质的保养 一般人都会想到喝牛奶 或是吃胶原蛋白 但体质关系 每个人吸收程度不同 所以医师还是建议 健康知识的认知 更重于保养品实用 我是觉得 如果说你真的 有骨松问题的话 你吃胶原蛋白 是可以保养 不过效果就不一定 有的人就很有用 有的人没有用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可能牵涉到 那个患者 或是病人 他本身的吸收能力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如果吃 一些这种东西下去 然后我们胃会分解 有一些消化道 会把它分解 所以分解完之后 到底有多少成分 会到达我们想要它到达的地方 比如说到达骨头 或是到达软骨 这个其实它的成分 到底可以多少到达的地方 是存疑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 这种营养保健食品可以吃 不过效果 我们是抱着一个存疑的态度 不过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除了吃东西之外 其实要保护我们的骨头 不要因为骨中而骨折的话 最重要的是知识的保养 就是尽量不要站太久 或是不要搬重物 不要跌倒 像这种知识的保养 反而比 你去吃一些胶原蛋白 葡萄糖胺还要来的重要 除了常见的骨质疏松 尿失禁问题 也是妇女常见疾病 台湾妇女尿失禁盛行率 约25%到30% 更年期或是产后妇女 每三人就有一人尿失禁 每当咳嗽 打喷嚏 大笑 跑步 或起身时 尿意便会不由自主地流出 不仅造成日常生活不变 也会影响心理 降低出门旅游的意愿 堪称是社交的癌症 一般来讲尿失禁 其实是指 通常大部分是指 比较年纪要大一点 大概大于50岁的女性 那她们可能在不自主的状态之下 然后产生一个漏尿的情形 那这种我们就叫做尿失禁这样子 原则上尿失禁它有蛮多种的 那在临床上我们比较常见到的 大概有两种尿失禁 一种就是 大家可能常常会听到的 可能是用力的时候 咳嗽的时候 大笑的时候 或者是跑步 等等腹部会需要用力到的这种状态 造成漏尿 这种我们叫做硬力性尿失禁 它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的话 大概是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 它所谓的症状就是说 你可能过了某个年纪之后 你会发现你没办法憋尿 一有尿液就会非常挤 而且常常没有办法到厕所 就会漏出来 这两种尿失禁是目前 临床上最常发生 那成因来讲的话呢 第一当然是老化的关系 因为随着年龄的老化之后 那妇女在停经之后 因为泌尿道系统缺乏荷尔蒙的滋润 所以它那些就是组织啊 肌肉等等都会比较老化 甚至出现可能脱锤啊等等的情形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平常就是 在憋尿的这个系统会有点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自然生产目前也被证实 因为你在自然生产的过程 会去伤害到这个骨盆底的肌肉这些组织 的确是会造成一些伤害 导致说可能年轻刚生完不会有事 但老化之后它的影响就会跑出来 那其次当然说有些人做过一些手术的 骨盆底的手术 这些也是会造成说 之后老了之后就是会影响 那最后一点当然就是也是有 就是说比较肥胖的妇女 可能那当然指的是超级胖的啦 可能80公斤100公斤那样子 她通常身体的负担比较大 那负压有时候 所有影响也会比较多 那这些都是主要会造成 妇女尿失禁的成因这样 因为民情关系 妇人多不敢向家人提起尿失禁 更忌讳就医 许多人甚至认为 中年女性尿失禁是正常的 不需要检查治疗 错误的观念常常造成影响深远的后果 其实尿失禁是可以透过手术 或者是药物来恢复治疗的 治疗的方式 这个要看是属于哪一类的尿失禁 那我们就分开来讲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第一种 它是属于用力 大部分是在大笑啊 咳嗽啊 严重一点可能走路快一些 跑步就会产生漏尿的 这种因为要用力才会漏尿的 硬力性尿失禁呢 它治疗的方式 其实目前临床上主要是以手术为主 那这个手术其实 它也发展到蛮成熟的一个状态 而且手术也相当的简单方便 手术的时间很短 可能30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 那失血量也不多 那手术回复的时间也很快 通常患者可能今天开完到 明天就可以回家 疼痛也不太会疼痛 而且也会立即就有效果 它主要是以手术来校正 那手术的治疗率至少超过八成以上 这个是健保也有给付 所以这个对我们目前 妇女来说是很大的福音 因为这种硬力性尿失禁 其实造成的不变还蛮明显的 那第二种的话呢 就是刚刚有讲到 所谓的急迫性尿失禁 就是我们在医师在临床上常会讲 就是膨胱中筋 膀胱抽筋 那这个就是说你可能膀胱会不自主的 肌肉会收缩 那导致尿就漏出来了 这个到目前是以药物的治疗为主 其实这个也发展 最近有发展一些新药出来 其实一天可能吃个一颗 那但是这个可能要长期吃 去抑制这个膀胱抽筋的状态 对于尿失禁的改善 其实也是蛮有帮助的 原则上如果是尿失禁来说 其实真正预防的方法 没有很明确啦 应该怎么说 就是说目前大家可能会听过一个运动 叫做骨盆底肌肉的运动 也称凯格尔式的运动 这个运动呢大部分我们会建议是在生完产之后 生完产那段时间可能两个礼拜后 就开始我们会教你们如何去 这些妇女如何去练习骨盆底的肌肉 让这些因为生产受损的这些肌肉 可以就是学会去运用 去训练它来弥补这些 因为生产受到伤害的肌肉 那当然如果说已经是开始有一些尿失禁的症状出现 在轻微的状态下 其实也是可以做这样子的运动 去达到一个预防 你可以说是预防也是初步的治疗的成效 议员赖燕雪也呼吁县内妇女朋友 应该定期做健康检查 遇到问题时应该尽速就医 减少病痛折磨才是良策 所以燕雪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妇女朋友 通常除了要我们做身体健康的检查之外 我们要基本的一个健康尝试 碰到问题的时候赶快来就医 赶快打我们的专业咨询专线 让我们的这些朋友能够免除疑虑 在发生病变的同时不慌不脏 能够赶快救出来就医 让我们的问题能够克服跟解决 燕雪也是身为女性的一员 相当的重视我们妇女朋友的一个保健问题 所以燕雪的左岸光华协会 在这一两年也深入我们的基层 深入我们的社区邻里 来宣导我们的一个妇女健康尝试的一个保健 也获得妇女朋友的一个喜爱 我相信说事先的一个宣导预防做好准备 胜过于事后的一个亡羊补狼 燕雪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女性朋友 通常都要做定期的一个筛检 定期的一个检查 乃至于我们的饮食健康 都要做好自我管理 我相信健康自我管理好 让我们的一个 这个发生的一个距离能够再降低 就是自我保健了 也能够降低社会成本 包括我们的医疗资源 所以燕雪相当的一个重视健康的一个管理 所以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的姐妹朋友 妇女朋友碰到问题 一定要赶快第一时间来就医 请问专家 请问我们的医生学者 才能够做最好的一个诊断跟诊量 通常也要做好自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预防 跟保健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得到妥事的一个照顾 才有体力拼我们的未来 所以在这边也希望我们的妇女朋友多多重视身体健康保健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 期盼县内妇女朋友们能够定期做健康检查 预防重于治疗 以正向态度去面对影集 切勿以休于就医的心态来看待 并尽速寻求专业治疗 才能拥有健康人生 民意新闻许家珍专题采访报道